记者张义辰花莲报道,云门翠堤大楼青岛进入第三页,消防人员正从四楼位置往下挖掘,抢救位于二楼的四大一小中国级旅客。 不过,过程中发生瓦斯外泻,搜救人员暂时后撤,并在周遭不水线防护。 现场指挥官朱泽明说,待现场安全后,会再入内搜救。 搜救人员试图挺进201号房,抢时间搜救五名中客,但路线受阻,于是计划从四楼401房进入,往下打穿楼地板进入搜救,但现场传出阵阵瓦斯外搜救行动暂缓。 朱泽明说,瓦斯来源尚未确定,已先在周遭不设水线,并由外往内送风冲,但瓦斯外待安全无语后,会再展开搜救行动。 至于搜救时间,朱泽明说,搜救人员已开始破坏四楼至三楼楼板,还未完全打穿,而且打穿后还要从三楼往二楼挖掘,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二楼搜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